宝贝 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先来读圣经 今天继续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那时因为这道起得扰乱不小 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 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 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 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佛所 也几乎在雅西亚全地 引诱迷惑许多人 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 也要被人轻呼 连雅西亚全地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 也要消灭了 众人听见就怒气甜胸 喊着说 大灾以佛所人的雅迪米亚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没有想到的攻击会出现 我们非常需要天赋的保护 现在就跟着妈妈一起祷告 做我们四为盾牌的天赋 我们今天每一天都需要你 你是我们的后盾 是为我们生命撑腰的天赋 谢谢天赋应许保护你的儿女 不会受恶意供给的伤害 也会从被诬告中反败为胜 祈求天赋帮助我和我的宝贝 对你的依靠是自然而然的 也让人看出我们温和 但坚定依靠你的生活态度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